大家好,我是杜高斯贝电视的合作伙伴来自于Chart Guidance的尼尔斯·巴朗格 又一次地来到了我们一周技术分析时间 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分析的主题是最近非常热门的下跌的股市 从几周之前,关于股市的预测就开始了 有一些保持强劲,有一些进入到了空头 我们今天技术分析的主题是进入空头区的英国富士100指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图,是月度条形图 在这里运用了MACD均线来预测 我们得到了很多空头的潜在趋势 在两年前得到了空头极限的确认 空头指标在顶部分散 目前正在处于空头区域 所以我们所得到的就是空头的趋势的确认 在下一张图中,我们看到了绿色的趋轴线 这里是上涨的趋势,已经结束了 目前进入到了一个下跌的区间 在几周以前出现了非常强烈的空头的信号 这是因为趋轴线的上涨趋势被破坏了 目前已经下跌到80以下 并且空头信号很快将会得到确认 下面一张图是英国富士100指数的季度条形图 价格与季度趋轴线相连接 在同一时间由两到三条上涨趋势线 进入到了下跌区间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空头信号 在下一张图中,我们回到了月度条形图 可以通过阿龙指标来观察价格的走势 价格的变化呈现出了除了典型的多样化分散走势 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即将要跌破80 从前两个位置首次大幅下跌可以看出 目前走势毫无疑问的是 已经进入到了空头的区域中 再来看一下下面一张图 我们运用了很多的不同的指数 在这里,我们在去年和今年都得到的是 同样的迈空的信号 分别在这两个位置 可以看出这是非常强的空头信号 这一张图同样是季度条形图 我们看到的是简单的指数和MACD 都是空头趋势进行了确认 接下来,最后一张图中 我们看到的是 给我们订阅者的空头信号提醒 在8月19号就发出了 下降的目标和时机将会出现在私人区域内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要小心空头的风险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技术分析节目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北电视